坑枪海防行 昨天的节目我们播出了反潜巡逻机的演讯 作为查打一体的航空反潜平台 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有着作战犯境大 搜索范围广 机动灵活等诸多优点 常常被冠以潜艇天敌之称 是大国海军作战序列中不可或缺的特殊机型 今天的坑枪海防行 我们一起登上反潜巡逻机近距离感受 坑枪海防行 我们一起向东看大海 我现在是在华东某机场 在我身旁是一架反潜巡逻机 这架飞机有一个非常大的外形特点 就是它长长大大的尾巴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特征 所以很多人亲切地称呼它为大尾巴 但其实这是一个磁碳仪 透过它可以精确地定位水下的铁磁性目标 从而能够快速地搜索潜艇 可以说是整架飞机的一个透视眼 除此之外 这架反潜巡逻机还配备有机载搜索雷达 大家看到它的外形圆滚滚的 特别可爱 像是整架飞机的一个大下巴 但其实它的功能很强大 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和很高的分辨率 同时还具备有一定的成像功能 那今天我就要跟飞这架反潜巡逻机 大家看一下飞机的底部 还有一个装置叫做光电转塔 但它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摄像头 具备有查证和识别的功能 那今天我将通过它 还有远处的气泡观察窗 带大家换一个角度 看不一样的大海 走 跟我出发 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曾于2019年首次在国庆 70周年阅兵上公开亮相 是海军新制作战力量 除了反潜外 还具备执行海空巡逻 搜索跟肩等能力 这里就是运巴反潜机的休息舱 一进来我就感觉 整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右手边是一个设备区 我们看一下都配备了什么 这里有一个热水器 在旁边是一个咖啡壶 而这个小箱子呢 是一个电烤箱 因为我们战士们 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这些生活设施 可以保障他们的饮食问题 而在我旁边的这个座椅 就是我在跟飞的时候 我所在的位置 这些基本的生活设施的设置 都可以保障我们战士们 在空中长时间的战斗 检查好可以起飞 准备 三九 现在飞机正在滑行 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现在坐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飞机休息舱 靠近闲窗的位置 坐在这里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就是和民航客机相比 它的声音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也给自己 准备了一副耳塞 因为我们整个飞机的发动机 采用的是涡响发动机 当你仔细分辨的时候 还能听出来 和民航客机的差别 还是很大的 现在已经起飞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高度 已经整个爬升起来了 其实给我的感觉 是和民航客机相比 它相对来说更平稳一些 只是它的声音会有一点大 我从这个弦窗外 还可以看到 这个发动机在转动 一会儿我就在天空当中 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大海 今天记者跟飞的这架 反潜巡逻机 主要是执行常态化巡逻任务 顺利升空后 反潜巡逻机很快进入任务空域 那这个时候呢 空勤人员特意提醒记者 要系好安全带 保护好拍摄装备 接下来他们会有一段 特殊的飞行任务 那现在让我们跟随记者 一起飞起来 我想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画面是非常晃动的 我在这里也准备了一个模型 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下 我现在在飞机底的状态 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的飞机要进行 左右的这样的晃动 然后再有上下的波动 最后再有一个左右的摆动 那么我现在最直观的一个感觉 就是像在游乐场里 把大摆锤 过山车 跳楼机等等 所有最惊险刺激的项目 全部连续玩的两遍以上 那胃里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翻江倒海 我现在整个人 天哪 双脚已经完全 哎呦妈呀 双脚已经完全滴滴 整个人成功飞了起来 真的不知道我们的飞行人员 在这样的环境下 是如何还能高效 顺利地完成他们的工作的 指挥长告诉我 像刚刚这样的飞行 主要的作用是消除地次干扰 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飞行后 我们的飞机开始返程 这时的空勤人员 也可以进行短暂的修整 现在到饭点了 所以说大家就轮流到飞机的休息舱来吃饭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飞机上的火是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丰盛 应该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可能会觉得在飞机上吃饭 他们可能会吃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但其实这些饭菜都是从地面已经做好了 然后带到飞机上来 等到吃饭的时候再放进烤箱里加热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菜品的种类 还是非常丰富的 荤素搭配也特别合理 包括主食的种类也很多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春卷 还做了小猪包 白米饭 等等 这里还有刚刚烤好的手抓饼 水果 汤 做的特别可爱的小猪包 不仅是味道很好 而且这个卖相也看上去就特别的不错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 现在飞机已经安全落地 我们的飞行任务圆满完成 我的跟飞之旅也就结束了 说实话 我现在整个人还是有点疲惫的 但是我的内心却是非常的激动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了低空掠海时湛蓝的东海 看到了我们的反潜巡逻机 增添探海 更看到了我们的战情人员 在面对复杂情况时 也能够泰然处置 经历了这次飞行 我深刻的体会到 伴随着像反潜巡逻机 这样的新制作战力量的加入 我们的人民海军 有足够的力量 来守护我们祖国的海空安全 在空军的战斗序列中 除了有翱翔蓝天的飞行员 还有地面防空部队 今天迷彩青春的召唤 就将走进促落于古都西安的 空军工程大学 他主要培养航空工程 防空返导 空管领航 无人机装备等领域的 复合型指挥和技术军官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 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于鸿波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军校生活 大家好 我是空军工程大学防空返导学院 即将毕业的学员于鸿波 今晚是我第三次写下三道申请书 三道就是到基层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从一名懵懂稚嫩的青年 逐渐成长为一名 入了岛立了功的准军官 组织给予我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想到最艰苦 最恶劣的战斗环境中 去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 毕业前夕 我们来到了渤海之兵的某把场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 实弹射击演练 虽然在学校中 我们无数次的操作过 武器装备系统 但是真正把一发导弹打出去 作为我们的毕业大考 还是让战友们热学费的 演练过程中 我们全部编入战情班 模拟营指挥员 操作号手等各种岗位 并独立完成了 兵器的展开与撤收 摩托行军 特勤处置 兵力机动 远程投送 以及指挥所架设等作战过程 让我们身上的兵味 战味更浓 作为地空导弹兵 我们从建设之初 就通过十年机动设服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高机动性 直到现在 车辆驾驶仍然是 地空导弹兵的重要技能 大学特意为我们开设了 车辆驾驶课 为未来战斗流程当中的 每一个细节 做好铺垫 军校带给我们的 不仅有书本上的专业知识 更有战天斗地的 钢筋铁骨 训练场上 洒满了我们拼薄的汗水 在一次次挑战极限的过程当中 我们明白了 人民军队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精神秘药 那就是刚多气银 鼓更硬 四年的学习与魔力 让我们的语意逐渐丰满 未来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 党和人民交给的神圣使命 时刻守护好 祖国的空天 到变强去 到金城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